他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客人的一些数据照单一块 通过一个系统化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 来形成定制化和科学化 全介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具体的诊量方案 它增加具有靶向性和精神性 曾在海外留学工作多年的西安教育大学 软件学院院长龚怡红 对中国制装导师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在中国领域我转发到国家